老阿姨每日一答回答一下臭包的演化问题 第二次我说老阿姨 我家的桂花株好大一棵了 种到院子里边的咋回事 这从吃的 从没啥吃的 它就吃你的桂花了 有话说我应该怎么办 那要打药的 还要修剪的 你要地摘的 你要没事的时候呢 就把那种很瘦弱很杂乱的这条剪一剪 然后呢 每年春天都得适当的松一松土啊 给它浇一边透水啊 然后呢 给它用一些个粪肥 你要地摘的臭包 你就上粪肥就行 你啥也不用考虑 发酵不发酵都无所谓 你只要地摘的东西行动了吧 发不发酵 你这个粪肥上了它也不烧 别上过分多就没事 明白了吗 还有一个事呢 就是要打药的 一年四季 起码就打二到四次的药 起码的 好吧 修剪 打药 施肥 下个粥宝 蓝月花有黄斑 还干枯 怎么回事 你看着不顺眼就剪了它 它在夏季高温光照很强 你给上水肥 它就长得很好 它在其他季节表现得不优秀 这个很正常 明白什么意思吗 就跟人一样 人一天二十四小时 有人白天精神 有人晚上精神 有人晚上他就不精神 你非得折腾他干啥呀 那你要看不出眼就剪了呗 等夏天还会再长起来 这玩意长得又快 做白了孩子有点缺营养 有点缺肥料 还有点缺光照 方方面面的 下个粥宝说 老外有发载素 你发载素能剪一眼吗 就很多的花有不剪 到后期就成为它这样 再到了后期它全掉没了 就整个的把母体的营养 全部抽完了 有话说我不理解 就是 它是啃老族 这个东西呢 在广东啊 在福建啊 它可以去野生 对吧 在广东可以去野生 它在野生的环境里面 它会长得很壮 很好 它就安树的一种嘛 对吧 你到了咱们这个屋里边 你这个盆子也不换 肥料也不给 它树干里边就那么点营养 你拼命的往上抽 拼命的往上抽 你也不剪 你也不处理 它肯定时间长了就出乱子 有话说我现在怎么办 你可以剪 剪了以后它长新的 可以适当的用一点肥料 你别剪的特别狠了 给它憋死了就行了 就剪的时候可以剪短 下面留点牙点 明白了吗 下周我说 谢尔兰叶子怎么都大了下来了 很正常 它也是个啃老族 它根系很弱的 谢尔兰它是无限往上涨 它下面根系不长 明白了吗 剪短 拧下来 一拧这个叶子下来 往土里边一擦 你就很有可能获得一瓶新的 常说话 这不是谢尔兰 常说话就 明白了吗 一拧一擦 你这个短了以后呢 它还长得精壮 你还能多牵插几盆出来 下个周宝说 这个克莱恩 哎呀 是不是冬天湿度低 冬天不光湿度低 它还温度低 别说你克莱恩 没养好 我们一万块钱 那边有四百多盆 我们进货的时候是二十五 光苗苗孩子 一万盆 全军覆没 一万块钱 全军覆没 我们这边就是温度不够 消沙工作没做好 你这个用点杀菌药 控制一下 它如果湿度不够的话 你可以晚上掏个塑料袋 白天再给它打开 光照不用太强 杀菌药杀菌药 好了 别的没啥 觉得不错 就点关注啊 老花一会每天给你分享 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养花知识一 白了头包